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爱你 几成了习惯 又怎么能够 轻易得挂收 等候 我在等候 还是该放手 谁告诉我 别人远未满 又过不了这晚 这感情太委婉 太简单 那时会崩溃路障 你给不了的了 我会慢慢习惯 如果只有过错 那就让我来等 情人的结未断 陪交的心未婉 这条路太多玩太多看 是否能笑着走啊 当我却是你的算 只能抱着回忆去暖 那就让时间把所有的依赖 重担 如果只有过错 那就让我来等 小程怎么样 还算好吧 没出什么大事 否则这烂摊子 怎么收拾啊 我跟你说 不管你以前有多恨小程 但是你这么羞辱他 他都不计较 你就别再恨他了 好不好 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家 不管谁来破坏我的家庭 我都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如果他还是和亚康 纠缠不亲的话 我绝对不会战罢甘休的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就算是家破人亡 我也不会便宜了他 女儿 你要吓死妈呀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你 我也不想这样 就看小程他时不时像了 女儿 你可不能再做傻事了 你听妈一起劝 你别管我 干吗 又在想他复心汉 少君不是什么复心汉 他只是一直想不起我 可我每次想到他 他觉得特别揪心 那是你自己想不开 混乱是我 我就喝个烂醉大哭一场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可惜我做不到 我没你那么强大 姐 你怎么回事啊 小勇 你怎么来了 受了委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要不是今天美美 跑过来告诉我 我岂不是一辈子 都要被你蒙在鼓里吗 原来是美美告诉你的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也叫意外 安亚康他老婆的刀子 差一点点 让你连命都保不住了 不行 我不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 我这就去安家 给你讨个公道去 小勇 你别冲动啊 你别拦着我 他们这家人实在太过分了 我今天要是不去 他们以后还会这么对你 他们是过分 可你想怎么样啊 去吵 去闹 还是去打呀 把我逼急了 我还经开打了 你收敛收敛你的脾气行不行 你这样只能添乱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 你被别人欺负 就坐视不管吗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添乱 姐 你要是还叫我一声姐 就得听我的话 你姐都不计较 你急什么 姐 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了 小勇 爸现在躺在病床上 我们姐弟俩不能再出事了 答应姐 别冲动了 我知道 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心疼我 那为什么还有事瞒着我 哪有啊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哦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姐啊 谈恋爱啊 我哪有谈恋爱啊 还说没有 妹妹我当她是自己妹妹 你跟她叫我还不承认啊 当心我修理你啊 你想怎么样 你还不承认啊 我姐呢你 好好好 我承认我承认你坐你坐 姐我承认我承认 这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刚刚说自己就忘了 你要是没跟美美谈恋爱 我的事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就是啊 三天两天都跑美发院 你当我们眼睛瞎了 美美呢 是不是大门口 美美 我在这儿 进来吧 以后不用再演戏了 美美 华姐 你说你们两个 谈恋爱是个光明正大的事 干嘛要遮遮掩掩的呀 我怕你反对 我为什么要反对啊 我没什么文化 家境也不好 原来是这样 我又没有那么势快 美美 美美 你别小看自己啊 程勇虽然大专毕业 不过说起文化啊 还是有限的 贝贝姐你说这个 你 行了行了 既然谈恋爱就好好谈 以后努力的工作 好好照顾美美 行了两位姐 你们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美美的 好 那就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跟我林贝贝身边 什么时候才有好男人出现呢 要不要我帮你物色一个 你 我身边有很多师哥 未婚 条件都不错 那赶紧安排啊 嗯 必须的 别别别 我可不要像程华一样 为男人而活 我要当一个女强人 努力赚钱 你啊明明想谈恋爱想得要死 干嘛口是心非啊 就是啊 我 我哪有啊 我不需要男人 不需要 不需要男人 我不需要啊 喂 喂 喂 是邵君吗 我宋总裁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们集团决定取消这次合作 好 你不用说了 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 谢谢你啊 好好好 成华 我恨你 爱你 继承了习惯 嫁给我吧 又怎么能够 轻易地放手 等候 我在等候 还是该放手 我们要嫁给我了 我们要结婚了 少君 我一定要找回一切 我爱你 少君 少君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跟邵氏的合作一定会成功吗 怎么会是这种结果 这事是我没办好 我被宋瑶给算下了 少君 到底怎么回事啊 李娜 宋瑶她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 可私下去来个公报私仇 她当年追不到你 所以这次才存心报复 我第二次去见她的时候 她连正眼都没看过 而且 以上次新闻事件为由 否缺了我的提案 这件事你回来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把事情办砸了 没脸说 我知道了 少君 这件事情不怪你 要怪 李娜 就怪你 怎么又干上我了 你想啊 如果你早把宋瑶的事情告诉我 我会让少君去办这件事情吗 我怎么知道她那个人 这么小心眼啊 这也不能算她小心眼啊 你想她情场上失败了 她是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合作 交给她的情敌的 换作谁 都不可能这么大度的 所以说 就算是没有DTI这个竞争对手 这个合作案也很难达成 原来她还在吃醋 根本就没有心跟我们合作嘛 还说些离奇古怪的话 挑拨我和少君的关系 李娜 偷偷说什么了 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些 我才不相信她说的那些鬼话 好了 算了 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少君 虽然这次合作失败了 但是爸清楚 这错不在你 我知道你尽力了 看来我过去对你的担心 想想真是多余啊 少君 是 你好好干 将来我们安氏集团 这个迟早是由你来接班的 谢谢爸 我一定会努力的 这样 你尽快地去了解公司的体系 去运作 我才能安心地把更重要的案子 交给你去办 尽快地把你培养成我的接班人 虽说 李娜不让爸爸老 可是爸爸确实是老了 所以 未来还得靠你们年轻人去打拼啊 爸爸希望你好好干 能够把我们安氏企业 发展广大 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好 就这样 太好了 我爸终于认可你的能力了 老婆 谢谢你啊 我真的很开心 要不是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爸什么时候才会信任我 不错嘛 还只得要说谢谢呢 那我要你爱我一辈子 永远都不许爱别人 老婆 老婆 我这辈子只爱你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恭喜你了 成功地推动了绿环堡娱乐城的案子 这下你在宋师的地位 应该可以更稳固了吧 我怎么听你这口气 一点都不是恭喜的意思 我知道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 是吧 我还以为你是公私分明的正人君子呢 没想到你说一套做一套 假公济私地把我们少君给耍了 丽娜 我想你是不是受少君影响 对我有所误会 你知道我一向是公私分明的 绝对不会因为谁去暗算谁 你应该好好地去了解一下 你们少君是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我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的 你给他什么机会了 他给你的第二次提案 你连看都没有看 我是没有看的 不是我不看 是他自己负气不让我看 我不信 少君不是这种不知轻重的人 丽娜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搞得我们大家不开心 安氏集团今后还是有机会 和宋师合作 谁稀罕呢 我知道你是给少君打抱不平 可是丽娜 不要因为感情冲回了头脑 你应该好好地去了解了解 少君的为人 少君怎么了 你把话说明白点 我可不想让人觉得 我想破坏你们的婚姻和家庭 也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但是不妨 从最近你们家的事 怎么会上新闻这个情况着手去查 你就会知道他案子 这件事跟少君有什么关系 你查查就知道了 爸爸 安琪 爸爸 范雨 欢迎你回来 范雨 回来了 妈 大嫂 好点了没有 好多了 妈 怎么是你在煮饭啊 没办法呀 没有保姆 只能自己做饭 我来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先把身体养好 快坐坐 坐会儿啊 饭一会儿就好啊 一会儿就好 亲家母 你放心 这次我准备在你们家 再住一段时间 我每天给她按时吃药 直到把她调养好为止 那亲家母 有你在这儿 我就放心了 都是以家人客气什么呀 你们家没保姆啊 这样吧 我们再请个新的保姆 好不好 不用了 小程明天就来上班了 什么 还来 她为什么又回来了 怎么跟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非要来着不走 她赖着你们就医她 没医她呀 这本来都赶她走了的 结果一帮记者赶上来追问 爸都不知道如何招架了 后来是小程跟媒体说 这是个误会 爸的面子才晚回来 结果爸就非要让小程回来嘛 好了好了 都别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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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雅康 你怎么说 是爸要小程回来的 况且现在 记着整天盯着咱们家 如果真要小程走的话 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那你告诉我 你要她走还是要我走 你说 你要她走还是要我走 妈妈 你别这样 你说句话 算了算了 算了 范芸 这不是亚康的事 是那爸爸让她留下来的 那你要亚康说什么呢 再说 你把安琪都吓坏 我只想听她说一句话 她为什么就是不肯说 范芸 范芸 妈 妈 亲家母啊 我看她的病还是没有好啊 有什么病吗 这是女人都有的病 就是吃醋嘛 你懂吗亚康 这醋吃得没理由 怎么没理由 你就不能让让她 她是个病人 亚康 亚康 你怎么回事嘛 我看年轻人的事 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我去煮饭了 真是的 喂 怎么回事嘛 这个家 你终于可以回房了 范芸 我不想再跟你闹不愉快了 是 我也累了 我不想再闹再生气 我只想我老公 能站在我这一边 对我好一点点 哪怕只是哄我开心也行 范芸 我要的不多 就这么一点点 为什么你都不肯施舍给我 不是我不肯 难道你没有发现 我们之间存在着问题吗 什么问题 十年了 我们不管是言谈兴趣价值观 从来都没有一致过 连我最喜欢的画画 你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支持 说话像刺猬一样 浅浅的 我们之间就有了无形的距离 是 你是我的妻子 但小程 她更清楚我在想什么 这么多年了 原来你心底里这么讨厌我 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地 想要做个好妻子 没有想到 竟然落得连一个保姆都不如 范芸 不是这么比较的 我们的问题 跟小程扯不上半点关系 我还以为 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 可小程告诉我 这才是造成夫妻疏远的原因 她努力地想拉近我们夫妻之间的距离 结果 却被你误会 是误会吗 当然是 小程告诉我 爱一个人 要不弃得失 全心全意地为对方 这样才能保持得长久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所爱 小程也不会委屈自己 留在我们安家当保姆 你说什么 小程到我们安家当保姆是有目的的 她为谁而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打比方而已 不是 我刚刚明明听得很清楚 她是为谁而来的 不管她是为谁而来 你放心我可以保证 她绝对不是为我而来 那你告诉我 她到底是为谁来的 那是她的事 与我无关 好了 范玉 今天 我给你谈了很多 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 不要再去捕风捉影了 我不想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我要去洗走了 好 清巧我帮你拿哈 这个不错的 你可以吃点 这个胆固醇太高不能吃 得吃这个 这个也没什么好 对胃有不好 吃人数 安博不早 夫人早 范夫人早 你回来了 怎么样 心情调整好了吗 我没事了 谢谢安伯伯 我得警告你啊 该做的事你就去做 但是千万别激怒犯鱼 我知道 小陈啊 当然了 这件事啊错在我女儿 但是她大病刚愈 心情还不稳定 你就忍耐忍耐吧 您放心吧 夫人 您放心 少爷早安 小姐早 臉皮还真厚啊 居然还敢回来 亲爱的 在看什么呢 看你啊 大清早的嘴巴就这么甜 我看看嘴巴是不是磨蜜了 磨了 磨了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看看在哪儿呢 讨厌 小姐 少爷早安 少君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又变得那么冷淡 之前不是这样的 难道是因为 小姐在场的关系 小程 你回来了 少奶奶 您吃过早饭了吗 不用 那 我先收拾东西 放下吧 跟我到我房间里来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过来 小程 别紧张 这件事 是我不对 我先向你陪个博士 少奶奶 您千万别这么说 只要您没事 我就没事 全都怪亚康 如果他早跟我说 你来我们安家的目的 我就不会怀疑你了 还整天疑神疑鬼的 少奶奶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小程你别装了 你来我们安家的目的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不能只听 亚康的一面之词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奶奶 我哪儿有什么目的啊 我来安家就是来工作的 那亚康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些啊 我知道您有你的难处 但是这件事 不是亚康能做主的 我想 只要你告诉我 我愿意帮你 我不知道少爷 跟您说了什么 总之我没有任何的企图 你告诉我吧 小程 好 你不说 没关系 你不说 我也就没有必要谈护你 我现在就去告诉爸妈这件事情 我觉得 他们有权利知道 少奶奶 求求您不要告诉安伯伯和夫人 小程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是你自己选的 不要怪我 少奶奶我说 我来安家的目睹 是为了烧军 我来安家的目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又迟到了 姑奶奶 你时间卡得可真够准的 来 拿着 赶紧吧 我一直很想看这个电影 那你还迟到 我接个电话 我妈 妈 什么事 小勇啊 你快来趟医院 怎么了 你妈被紧的伤 医院跟我说我也听不明白 你快过来 行 妈 我这就过去了 那等等 喂 又怎么了 你说到 去叫小花过来 她手机怎么也打不通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这也死人了 行 妈 我这就把我姐接过来 你先别着急 我一会儿就到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病情好像出问题了 我得赶紧把我姐接到医院去 要不这样 你赶紧去 免得伯母担心 我去找花姐 那也好 那就麻烦你了 谢谢 跟我还那么客气啊 好 走了啊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来安家当保姆 想不到小成竟然是少军的前提 少奶奶 原来是这样 小成 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认为 你应该继续留下来 你说的是真的 我不知道丽娜跟妈会怎么想 但是 我不可以视而不见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件事 我一定会像亚康一样帮助你 我现在知道了你的遭遇 所以我不会再恨你了 其实我和你一样 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可是 却只能天天看着最爱的人 对自己不理不睬的 怎么能不难受 少奶奶 您别这么想 总有一天 少爷他会明白的 为什么反倒是你来安慰我 对不起 少奶奶 是我太没分寸了 没事 我开玩笑的 不过这件事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谢谢少奶奶 好了 我们一起努力 妈妈 妈妈 外面有人找小成 去吧 华姐 妹妹 你怎么来了 我去贝贝姐那儿找不到你 你的手机也关机了 我就只好到这儿来了 大概是没电了吧 找我有事吗 伯母给我们打电话 说伯父的身体 好像出了点状况 急着叫我们都过去 我爸怎么了 我也不清楚 承勇 接了电话就去了 他让我来找你 华姐 你赶快去吧 小成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爸爸的身体 出了点状况 我可以请个假吗 让我到医院看看 我会尽快回来的 好啊 那你快点去 谢谢少奶奶 还站着 快去啊 我跟妈说一声就可以了 谢谢 安琪 大嫂 小成不是刚回来吗 你又出去 小成他爸身体出了点状况 他要去医院看看 好啊 好啊 安琪 走 见了 没事吧 怎么样啊 好啊 妈 我爸怎么了 姐 我也不知道啊 今天医生例行检查 他说 说发现了什么 可是我不明白啊 医生 让我把你们都叫过来 医生 你们都到齐了吧 是的 你说给他们听吧 你跟我说这个病情 我也听不懂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 程静天的视觉和听觉 都具有主动性 做了几次简单的测试 太好了 太好了 这种倾向呢 时有时无 不完全肯定 不过我个人认为呢 他清醒的几率啊 还是蛮大的 不行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姐 你们是应该高兴 这种案例呢 是很少见的 你们就 多陪陪他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医生 谢谢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你快醒醒吧 好 你看 大家伙儿都来看你了 今天 爸 快醒醒 爸 能听见吗 老妈啊 医生说你能醒过来的 你一定要醒过来 一定要醒过来 你过来啊 爸 你一定要醒过来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你就是那个 打电话来的军爷 军爷 这个人叫程化 那边有他所有资料 军爷有什么吩咐 我要这个女人 不对 我要她全家 都消失在我面前 消失的意思有好几种 用点脑子吧 总之 就是让她离开这个地方 永远都别再回来 这是一半的钱 失诚之后再付为款 记住 是他们一家人 放心吧 我们一定给办法了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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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以为现在有安伯伯偏袒你 你就可以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想什么时候上宫 你就什么时候上宫 是我们安家没有规矩了 还是你不把安家放在眼里了 夫人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 况且我出门前 我跟尚奶奶说过 她是同意的 梵雨 真的吗 没有啊 哪有的事 我今天上午吃完药 就去睡觉了 不知道这件事 小程 你明明知道大嫂刚刚出院 你就一个劲地 想把责任往她身上推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大嫂 别上当她档啊 她分明就是狡辩 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梵雨刚出院不能受刺激 要你在家好好看着她 不要让她出事 你心里就是想让她出事 你想让她早点死对不对 夫人 我绝对没有这样想 今天是我不好 我赶紧去把家务做完 毒啊 你好毒啊你 那么晚了 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 你去做家务 我们还睡不睡觉了啊 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 有我老公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乱来 我老公归我管 你做错事 我一样把你可以赶走 你今天晚上要做的事 就是好好地反省你自己 是 夫人 还有 你今天一天没有回来上班 算你矿工 扣你一天 不 半个月的工资 走 走 我们睡觉去 起来 我们上班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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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ру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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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不跟你打哑泥了 很简单 我们要你离开这个城市 永远都不要回来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 干吗要这么对我 怎么了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来 搬不搬 我们家人都住在这儿干吗要搬 逛去我们家阿海 那就全家搬走 我警告你 你要是不搬 下次砸你的就不是鸡蛋 可不是花盆 又或许哪天 你爸住的病房会着大火 你都说不定啊 你怎么不知道我们家的事 你到底是谁啊 这你就别管了 只要你永远离开这个 从我们兄弟眼前消失 自然就不会有麻烦 顺便告诉你 你的底线 我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你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你爸这种情况 你难道不替他着想吗 你 可以 我答应你们搬走 带给我一点时间 好 走 走 小长 少爷子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弄成这样 没什么 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然后坐在鸡蛋上了 摔的 走得好好的 怎么会摔跤呢 我 你也知道 我有时候粗心大意的 没摔得怎么样 就是弄脏了点 小长 这不可能是你自己弄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 樊玉欺负你 当然不是 跟少奶奶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不要误会 她是我自己摔的 别袒护她了 樊玉的心思 我很清楚 她终究 对你还是有成见 不是的 雅康 我在你心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总是要误会我 我可是你老婆 樊玉 你听我说好吗 你应该听我说 我对小成 早就已经是怀了 我对他没有恨了 你是我的丈夫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如果我是这么失败的老婆 为什么你还要到医院去照顾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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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误会你了 我道歉 你刚出院 别太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 你在背地里这样说我 如果你是跟爸说跟妈说 我都可以接受 谁叫我嫁进了你们安家 可是你却跟他说 他只不过是个外人 难道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真的连个包裹我都不如我 你别捕风捉影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说 说话 别胡思乱想了 去休息吧 我带你回房间 你放手 我是不是爱上他 少奶奶 您别激动 我跟少爷是清白的 而且我答应过你的 你走 小成 你这个坏女人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范玉 你干吗 少爷 您还是去安慰少奶奶吧 我自己去心里干净 成花 你留在这儿的墓地 不就是为了少军吗 现在安家的人 他们这样对我 恐怕以后 连和少军说话的机会 都没有了 你还有这样任性到什么时候 想想爸 妈 想想承语 为了他们好 你应该离开这儿 少军 对不起 都怪我不够坚强 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 你 少军 你 不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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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